少年妈带王夫圆梦 接下来要圆自己梦 小心翼翼 身后老伴的人行力牌被碰撞到 她就是感动无数网友 带着过世老伴人行力牌 去环岛的少年妈陈素玲 我就跟她讲 少年公 老板现在走私物要改 她19岁就嫁给老公 已经结婚33年 两人才50多岁 已有孙子 被称为小年妈小年公 他们俩是大货车司机 本想再拼个几年就要退休 没想到老伴去年发现 罹患食道癌 今年2月就过世 本来说好的小琉球之旅 永远无法成行 为了不让老伴有遗憾 4月下旬 她带着老伴人行力牌去圆梦 5月初再去老伴没去过的地方 巴黎淡水小琉球 她都没去过 我们就是一起去游玩 6号又带着笑脸公来台南 吃着两人一起吃够的蝦米酸 尽量带她出去玩 虽然在巴黎时曾有人说 看到人行力牌会害怕 要她把力牌转过去 但沿路为他们加油打气的人也不少 等到520 巴黎淡完成为育肉院募集物资的心愿后 她也要去读高中补校 圆自己的梦想了 我自己要过自己的生活了 东新闻综合报导 苹果欢信15周年 送你百元C的米券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市族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